每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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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樣的信眾會趁你在大便的時候 去買房子 婚後會容易大便 好 我們來看一下婚後 就是說 就是會比較容易控制對方 我們有前三名的 天秤 天秤 我們那個天秤也有 就是往這邊打 我也是天秤 所以你們是婚後 很有控制慾的人 我婚前也很有控制慾 對 婚前也有控制慾 但是因為我們天秤 應該說他本世太平 他非常的會刷油漆 是 所以你跟天秤在一起婚前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 彷彿是濾鏡跟樣品屋的概念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走入婚姻之後 我就開始一層一層的脫掉 脫掉 因為刷得氣不是太好 所以就開始掉了 對 對 開始露出真面目了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其實是為了為天秤說 我們這邊叫做掌握全局 以退為進 其實他是掌控全局的人 所以他是默默低調做好功課 所以他全部都想好了 而且其實天秤是很會 幫另一半做場面的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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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敵局 真的 振脫另一半的光芒 我老公就是這樣 好 我老婆就是最棒的 回家再跟你算帳 對 當然是這樣 志祺要來拍八點檔 我們一個一個拜託 是不是 對 而且你要每天接送他 真的很幸福耶 我們出外景耶 在北投耶 是不是 我還要搭工程車 人家鑽車來接送 好棒 再接業五年而已啦 五年 五年 好 來看一下第二名呢 是誰上幫我 有沒有金牛座 有 金牛叫做什麼呢 固執好強 你配合我就對了 為什麼呢 其實另一半對金牛座來說 叫做資產 讓他把你當作自己資產 對 很好 他在做資產而已 對 他多愛你啊 這很明顯 這很明顯就是 後攻肝症 是肝症好也好啊 實際態號絕對是金牛座 所以比較好表現 如果表現不好 就是這樣才有錢啊 這樣才有錢啊 對不對 哲鵬哥 我到時候會去冷宮看你 好 你進得來嗎你 我也會在隔壁 對 所以我們金牛座的另一半 就是期望另一半怎麼樣呢 你可以強大 我幫你爭執對不對 對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 我都要幫你管理得好好的 包括你的健康 還有你的用錢 對不對 生活的消費什麼的 他就必須要控管好 對啊 所以說呢 你要配合我 是因為 你是不是沒有把自己照顧好 那你就是我的責任啊 他是抱著多麼愛你愛家 為你著想的心情 對 我是來成就你的 你必然選擇了我 就有能力 我就知道我這個使命 要幫你照顧得穩妥妥的 太棒了 你要聽我的話 不然你就去資源回收廠了 順便工作 好 那我們來第一名 第一名是大家都會想到的 星座了啦 星座 跑不掉了 我們就說下指導期 我說了算 其實是說就是有這種 巨星跟明星的特質 他是霸道總裁 什麼東西家裡要怎麼做 然後老婆就要老婆的樣子 床上就要床上的樣子 吃飯好吃飯的樣子 其實他真的是 控管拿捏的是非常喜歡 指點江山